白虎 西方神兽与青龙、朱雀、玄武并列,合称四象。 五星学说,它是代表西方的灵兽,因西方属金、色白,故称白虎,代表秋季。 白虎,全身洁白如雪的大虎,偶有黑色条纹。 它的头部略小,嘴巴宽大,牙齿锋利,眼睛炯炯有神,体型健壮,四肢有力,尾巴长耳粗壮。 中国二十八星宿中,白虎代表西方七宿,包括奎、楼、胃、毛、臂、餐、姿。 共有五十四个星座,七百余颗星,它们组成了白虎图案,故称白虎七宿。 根据中兴征相说,记载,王者人而不害,则白虎见。 白虎者,人寿也。 虎而白色,睾身如雪,无杂毛,孝则封心。 西兆宫画形陕西之国,白虎阴殿。 白虎,全身羽毛洁白如雪,没有杂毛,吼叫时会引起风浪。 据说少公在陕西治理时,白虎曾经出现并回应了他。 在神话故事中,白虎是守护天宫的灵兽之一,被赋予了保护天宫的的职责,被赋予了守护、虚邪、辟邪的能力。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